台北科技大学素有培育企业家的摇篮之美名 配合今年推动的教学卓越计划 提升了本校教学品质及竞争力 未来更期望以扎根、灌溉、养成、茁壮等重点特色 继续发扬光大 在充分学习专业能力前 先奠定基础能力为北科首要之务 我们针对国文、英文、维基分、圣物、化学等基础学科 实施国文会考、书香计划 推动英文情境模拟教学 英文会考提务辅导服务 维基分自学网站 维基分夜间辅导课程 加强生物与化学专业教师软硬体设施 并建置网站公学生查询资料等多项强化措施 希望藉由完整的机制 提供学生所需的课程与教学环境 引导学生重视基础学科 配以适当的学习评量机制 为本校学生生根基础能力 扣持学术基础 为了落实实物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本校推行双试计划 最后一礼产学合作模组化课程 并请校外企业讲师 提供学生与业界接触的资讯管道 同时本校育成中心 已经进驻有65家中小企业 参与辅导师老师也高达90位 希望借此提升学生会来在就业市场上的进程 给即将毕业的同学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相对应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学校的这些同学的一些反应问题 然后来了解这个目前这个业界的一个 怎样的一个搭配 可以跟学校做一个很连贯的一个互动 非常感谢学校就是有双试计划 然后为我们请来校外的一些专业人士 经由这些专业人士对我们来说明一些 他们现在在业界的情况 以及他们一些制作的流程 我觉得这样子的双试计划 能够提供我们就业的时候 有更多的方向去考虑 能够让我们的那个化工 这部分的知识有所发挥 然后我觉得收获很多 另外必定亲手奖选拔办法 及鼓励学术性专业性社团 活乐社团之成立 期望学生从研发创作的过程中 结合理论与实物制作其专题 学习专业理论的运用技巧 乱专业的运用事 我们在试园下holm 也很明显 上司的时候 有点赞,你们是有点赞 我们不可以买eni的地方 我们在试园买 我们在онд小时 我们在试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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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创业成功之经验 让同学得以走出教室 印证出本知识 并从管理事务经验中获得宝贵启示 我希望各位同学很用心来学这条课 我们学会有很多创业很成功的例子 也希望各位同学来挖帮 谢谢大家 为了鼓励青年学子的创新创业构思 增进创业技能 本校举办全国性的大专门创业构代 希望透过创业创新的学习方式 带动青年学子的学习平常 此外 到工厂观摩 邀请企业专业人士到校演讲 有助于学生对食物概况的体认 也落实做中学 学中做真学习真理 科技大学创新与创业协程的安排 安排得真的很赞 本校大力推行数位化课程 鼓励教师开发教材 其中以实验串流课程教材为多数 几经变革其推陈初心 目前制作的课程以满足学校需求为首要 GPS轨迹进入本次实习的目的是 一 学习GPS的使用方法 且进入担安森林公园点位的运记 首先可以在TTS510USB上 看出有防灾装置的措施 画面中可以看到四个Deep Switch 波动左翼开关 表示开关一导通 LED两两亮面由右至左 波动左翼开关 表示开关二 并配合推动教育部课程 教材认证要点进行开发 针对教师需求 学习者特性 课程属性 将各式各样的学科内容 制作成数位教材 目前已制作完成 42本实验课程教材供教师使用 本年预计送出十五门认证课程 学校ڑ认课程序 一直到 she's doing th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强化本校学生学习品质,推行各类措施,可概分为扎实能力、辅导与考核。 除开设新生属其辅导课程外,邀请博硕生担任教学助理,提供扎实的教学协助。 令开设英文论文写作班与英文写作咨询评物,搭实师生英文写作的例物。 在辅导学生学习方面,邀请大学部前三名学生担任卓越小老师, 并安排教学处理、接受培训、推升TA成校。 最后进行考课其中运记,提醒学习成校不佳之学生注意。 阶层学校一画及开发数位教材的经验与成果。 本校以学生主体学习为取向,于本校图书馆二楼空间规划于自学中心。 自学中心内是有多媒体电脑作为自我学习的基本工具,以Web Library 2.0概念成立专属互动参与式网站。 整合校内外相关自学资源,期望学生能运用数位设备,汲取校内各项学习资源。 另外,自学中心设有两间讨论室及线上讨论相关功能,借此活络学生间的互动与参与。 学者自学中心的开放,期计能为本校学生提升学习效能,进而营造自我学习的校园赠维。 本校目前共有高达154位国际学生,来自世界23个不同的国家分散之各系就读,为国际化校园的营造,注入一笔新生命令。 在课程辅导、生活照顾、文化交流的安排,不仅兼顾了课业学习与文化适应问题,本地学生与国际学生也在彼此交流中学会了尊重与包容。 另外,开设华语快语通,辅导国际学生学习中文。台湾学生因应国际学生程度与需求,自编绘画教材。 我很高兴,我能来台湾,但是,我发现台湾人像的,像的都很像。 我反复起来,谁是我的老师,谁是我的朋友。 中文与台湾文化介绍课程中,老师也编撰了,使用生活华语不打烊华语教材。 透过活泼且生活化的方式,让学生在学习中文过程中增添更多乐趣。 科技工程专业是本校坚强的软实力,结合卓越的国际沟通与领导力,并能更强化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计专校院学生普遍对英语能力缺乏信心,和台大等博力大学相比,和大学生的国际化与表达能力相对较弱。 全球模拟联合国会议,每年有来自全球数百个大学的学生代表团参加会议。 学生需具备英文听说读写的沟通能力。 团体领导力的养成也很重要,因此举办2008前进纽约发现联合国系列互动。 国际沟通与领袖联裁的培育成为今年教学卓越计划的重点特色之一,成功地将学生配上国际舞台。 本校以教学卓越计划打造出全方位的人才,相信每位学生皆可如大树一般,成为顶天立地的栋梁。 切记本校能逐步朝向实物研究型大学前进,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